好 其實不只是這政府的各部會有推加碼 各縣市政府呢 他們也有好康優惠 像是我們先來看到是在新北市的部分了 新北市長侯友營昨天就說了 會推出加倍券 最高呢 五千萬一萬元 好 另外是在桃園的部分呢 也配合了五倍券 要推出的是六加一的加碼優惠 還能夠參加吃飯買單的抽獎活動 當然最令人羨慕的呢 就是可以有這個現金的加碼 包括像是在澎湖加益市還有金門 其中是在金門的部分 除了是普發現金五千塊錢之外 還有振興券三千塊錢 好 當然大家也都想問了 那台北市有沒有加碼呢 我們來看到是台北市長柯文哲 他說了 亂加碼會引發通貨膨脹 所以他拒絕胡亂加碼 賣一個小關子 中央有中央的五倍券的這樣一個措施 我們台北市也會規劃讓各位驚艷的很棒的相關的優惠 呼噜裡到底賣的什麼藥 正行五倍券各縣市紛紛推出加碼方案 隔壁新北市甚至喊出五千換一萬大利多 北市府賣關子 難道不怕前往外縣市流 不用擔心啦 不用擔心 因為每個縣市有它的一個不同產業的需要 時間上都還可以啦 我們把這些規劃的更完整一點 特別台北市是希望成為一個數位的城市 還是要推電子化方案 悠遊卡台北通悠遊富 政策方向不轉彎 市長柯文哲大膽預言五倍券各界亂加碼 後果全台承擔 我都可以預測你知道 未來幾個月台會開始通貨膨脹 印刷票就可以解決經濟問題 那早就大家就路是快活的 那哪有什麼政治問題 堅持走自己的路 只是各縣市方案陸續出爐 台北市炮火猛烈 卻遲遲不見具體方案 也讓藍綠議員等的不耐煩 如果搶輸給新北市台中市 到時候台北市民的五倍券 都用在別的縣市 就沒有辦法振興我們台北市的商家 難道柯文哲你不擔心 最後面連台北市民都不在台北市消費嗎 數位加碼方案沒有辦法照顧到 各個行業別的生意 振興專案數位市的 是不是應該要更人性化一點 疫情壯創台北市怎麼做 才能兼顧便民紓困 恐怕還得儘快拿出政策牛肉 才能說服市民 接著藍綠發地商園採訪報導